我們知道說民進黨過去長期在威權時期 對抗威權,追求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 民進黨剛剛清楚提到要撇除政治對校園的干預 維護教育中立,大學之聘任,嚴禁政治權力的干預 不過我們最近這幾年來我們看到了 台大的管中敏聘任案,林志堅論文案 我們看到就是民進黨跟台大好像有比較多的衝突 那去年全黨力挺林志堅的論文事件 那也對台大有所攻擊這樣 那以及,可是教育部認定說這個人基本的都沒有 那你覺得說民進黨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對台大有沒有一點虧欠 那另外一個部分,您談到了就是 就是黨政軍退出校園是不是還是民進黨堅持的價值 果然是台大的學生 是吧 哦不是 所以替台大講一點話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民進黨推動大學自治 這個在野跟執政都不會改變 但是不管是管中敏事件或者是林志堅論事件 其實社會都有很多面向 然後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在這個爭論的過程當中學習 在下一個階段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方式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避免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 剛剛聽到賴主席提到願意誠實面對問題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很期待另外的表現 相信賴主席在2020總統大選黨內初選階段 蔡英文總統和他的勢力曾經指派網軍攻擊您的政治立場親中 您也曾經呼籲總統不要再指揮網軍了 而民進黨在2022地方選舉勢力之後還是不檢討網軍問題 相信賴清德主席您不再深究此議題是因為未來這些網軍能夠為您所用 還是您已經忘記網軍曾經對您個人還有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了 第二個問題是跟108課綱有關 剛剛賴主席有提到2030雙語國家 剛剛賴主席有提到對於2030雙語國家的質疑 表達了願意欣聽學生、家長和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然而在108課綱已經有許多人提出批評了 確明見到執政黨聽到大家的聲音並做出實質改善 想請問賴主席未來如果有幸當選總統 要怎麼改善民進黨現在傲慢的習性 謝謝 好 謝謝你剛剛提到誠實面對問題這個概念 我剛剛一開始有報告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在臨床工作上面 其實醫師是必須要誠實面對病人的病情 還有誠實面對數據 還有誠實面對治療的反應 這個是基本的態度 所以我在擔任立委市長或是院長的時候 甚至現在副總統也是這個情形 那你剛剛談到的這個108課綱 當然一定會有發生這個許多問題 我也有聽到 我也知道大概社會上對108課綱所反應的諸多問題 那目前是這樣就是說教育部他們正在進行這個檢討 檢討的這個事情 那未來我會特別關注 因為教育是百年大祭 關心的國家的未來 那這部分我一定會注意這個事情 簡單跟你說明 從1994年出現藍綠抗爭以後 一直到現在 整個台灣還是籠罩在藍綠對抗 統獨對方的思維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開始提出概念 到底台灣還是要繼續停留在那個階段 還是說我們要走向一個新政治 所以在這個階段 對下一個階段新政治的提倡 叫做共同社會國家治理 共同社會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選舉的時候 一些基本思想 不管美國的國安部、國安會 都問同樣 他說我們來訪美 馬英九去訪中 都同一個時間 按你的看法 我說這個很抱歉 這只是證明我們台灣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理論上如果我們是團結和諧的 大家講你去應付美國 你去應付中國 我們是有一個台灣的主體性 可是很清楚 我對這個問題我非常清楚 事實的真相是各看各為 所以有一次我去見新加坡的高層 我問他說 你們新加坡在中美之間 好像應付得很好 到底你們的秘訣是什麼 對台灣能不能有什麼監獄 連台灣內部都沒有共識 怎麼去對外處理兩岸關係 所以坦白講 我們內部一定要先和解 從一個共融的社會 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什麼叫共融的社會 再來我們要強調國家自己 我跟你講 我是實際當過八年台北市長 2015年我上任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的資本門預算執行率只有66% 就是預算變下去 說明明要做這麼多工程 時間到檢查只有66% 從66%一直進步 進步到82% 已經發掉7年的時間 所以你想想看 一個政府 資本門預算執行率只有66% 你覺得效能沒問題嗎 其實你看看 從前瞻計畫 防疫特別預算一路看下來 我們還在很誠實的面對 我們整個國家的效能是很難合 如果以企業眼光來看 這是要怎麼打無改金 所以如何讓這個社會和諧 如何整個國家的效能提高 這是一個現階段要解決的 所以以前一直在現在藍綠統獨的泥落裡面 其實我們還是往前看 到底我們要如何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每次說我們不需要發現問題的人 也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我現在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問題應該要強調國家治理 另外一個 在對內處理政黨這種鬥爭的問題 我是主張聯合政府 團結台灣 我每次講這個 馬上就有人說現在政黨政治來就不可能 他只要跟大家講 我在台北市政府的實驗證明是可以的 因為我三個副市長 剛好公民黨、民進黨、親民黨 我的局長也有 民政局的局長是民進黨的 他解決是藍綠金 然後我的那個防導局局長劉明龍 他以前的他是那個趙少剛的基藥 所以我們從民進黨到新黨 我後來查一查 我們整個台北市政府只差激進黨而已 其他都有了 什麼黨都有 所以我後來發現 其實對一個醫生來講 假如說我們是醫生 病人送到急診處 我們從來沒有問他說 你是民進黨還是公民黨 我不是一樣看病 其實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市民 所以人家說 你為什麼從一個墨綠的變成這個樣 變成轉白 因為如果我不當市長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的意識形態 而且有一天你是當市長 你要照顧的是250萬台北市民 甚至你會影響2300萬團人民的時候 你的思想邏輯不是我是綠的 我是藍的 你是 台灣是一級的 所以我認為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你知道 也許很多人用政黨政治來反駁這一區 但是我覺得台灣需要有一次機會reset 重開機 反正藍綠的鬥陣能不能有一次reset的機會 那也許將來在政黨政治 那可以再去思考 但現在一段這個恐怕要有一個reset的機會 永遠 就像我們跟美國人講的 很抱歉 這只是馬英九劇往中 蔡英雄劇往美 是證明我們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所以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我們要在國內 我們希望國內的社會和諧 也要先做到政黨和解 所以我在講說 為什麼從1990年李登輝開國事會議 一直到現在 三十幾年沒有總統願意出來 說 主要政黨大家坐下來 兩岸關係我們來討論你看 我們對大陸到底要採用什麼態度 對美國要採用什麼態度 當然也講 就是意見不一樣 談不懂 錯 我跟你講 我的經驗 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 但是經過溝通以後 80%會相通 所以內部 要求台灣社會和諧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政黨和諧 這樣才有機會 兩岸和平 再來是這樣 台灣自主跟兩岸和平 不敢怎麼樣 台灣當前還是面對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中國大陸 所以是這樣 我覺得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講的那一句話 是非常有用 他說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需要競爭的時候競爭 然後必須對抗的時候要對抗 但是我們也不要搞到說 可以合作的時候也用對抗 所以是這樣 我倒覺得這種態度 我們有分層次 但是雙方都把底線畫清楚 我們的底線就是台灣自主 所以這也必須跟中國大陸表明說 不管怎麼樣 我可以決定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底線 你要超過這條線 我也沒有辦法 就抓跟你拚了 沒辦法 所以是這樣 在這個基礎 我在台灣自主的情形下 我們追求兩岸和平 我願意跟你溝通 我們來談談一談 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是這樣 其實世間的道理 也不用講得太複雜 基本原則確立 剩下就是 怎麼去把它做到而已 共融社會國家治理 這共融社會是這樣 我這次520在淡水宣布參選 其實有個很大意 為什麼選那個地方 台灣 從荷蘭、西班牙、明正到清朝 日本殖民地時代 到國府遷來台灣 一直到現在台灣民主化 其實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我一直在找 世界上有哪個地方 在四百年 曾經經過這麼多政權的更替 而且我跟你講 台灣的政權更替 跟其他地方的政權更替不一樣 其他地方都改朝犯代 它只是改變繳穢的對象 我們是連文化都拔起來 這不太一樣 它是截然不同的文化 所以這樣 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所以我們要開始思考 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就像我們台灣人口的組成 最主要叫原住民 還有漢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叫米南人 其實米南人還分張州跟泉州 再有客家人 再有外省人 現在還叫新住民 基本上 我們不僅在政治上是非常的多元 我們在整個文化上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所以為什麼這次我拿馬屆出來當一個 範本 生活在這裡 認同這裡 他就是台灣人 所以用這個方式 不然你永遠 你看看 外省人這種造成我們內部的隔閡多久 更不要說兩百年三百年前 那種泉州府、張州府的對抗 好 所以這樣 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共同的現在 現在要思考一把走向共同的未來 所以一個共同社會 不過你看 其實共同的社會也是需要時間來解決 它需要從小地方開始做去 不然台北市有共同社郵聚 共同社郵聚的精神就是這樣 連那個腦性麻痺做倫理的 你都讓他有機會玩 其實從那個共同社郵聚 我在台北市的小學校裡面推共同社郵聚 其實在不知不覺當中來告訴這些小朋友 有的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必須包容他們 那共同社會 全世界非回教國家 最後台北市要開災節 這是一種 這些移工來幫助我們 我們為什麼不想要併入我們 讓它融入我們的社會 全亞洲最大的同志大遊行也在台北 你要知道 同志一體在台灣公投是沒夠的 反對的是三分之二 可是我們還可以讓它 這樣很平順的這樣辦完 我記得2019年已經達到了13萬5千人 大概很大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樣啦 國家治理其實它重要還是核心理念 台灣的整理力人民最大福祉 最重要是正職誠信務實執政 務實是我們作為外科醫生最大的特色 他說時間到了 好 那其他就不用講 我覺得是這樣 基本的原則缺理 剩下的就是努力去做 最可怕的是講一套做一套 那就麻煩 所以我倒覺得我們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講我們的基本原則 剩下就是執行的問題 分明是講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講到半天沒有用 我們外科醫生是非常強調務實 就是說 你口墨很會開到病人死掉沒有用 所以務實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好 謝謝大家